明年末各种时尚派对也是在魔都轮番上演 与神明星们又开始扎堆走起了红毯 做起了现场表演 12月10日晚潘卫博极客俊逸 以及在新歌声展露头角的行声带嘻哈力量低调组合 还有来自英国的流行唱作女歌手Floid 美国新锐组合克鲁威拉乐团等 也是积极现身上海选音之乐的派对现场 当晚极客俊逸一件修身的高开 差小礼服群现身 小小的性感味道也是成功谋适了现场费力无数 而影响室外的低温 咱们极客妹虽果然是妥妥的要风度 补药温度了呀 相比极客俊逸的美丽动人 压轴出场的潘伟博就显得温暖多了 一件大皮草外套加深 简直暖的不要不要的 已经是第三次来到这个舞台盘帅表现的十分自信 泰妍这一次依然会带来全新的融会音乐表演 我觉得其实音乐的话 我相信每个朋友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 但是很多音乐类型会发现 你喜欢的歌手可能会有跟不一样类型的歌手合作 它就是一种融会 那我觉得它会带出一些不一样的滋味 不一样的一些感受 所以在音乐上面我们也是一直在追求一些 这种所谓的 你说各个世界各地方的音乐 或是一些更不一样的音乐元素 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次当然就是有融会一下 做一些把之前的一些歌曲做remix 然后在这次的表演也跟大家一起分享 还有是跟这个Fleur East一起合作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一个所谓的中西合并的一首歌曲 是今天你要扮演Jay-Z是不是 Hofa Baby Hofa Woon That's right Empire State of Mind 有听说的 对对对对 好那等一下 我要去背歌词 我就背歌词 那等于就看你吧 这首Jay-Z曾经的冠军单曲 想必通过攀帅和Fleur East的重新演绎 一定可以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吧 而说到融会极客俊逸也是颇有感触 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一族姑娘极客俊逸就凭借几句辨识度和爆发力的声音 而被观众所收支 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极客如今也是用歌声唱到了迪士尼电影《海洋奇缘》中 因为我自己会唱一些民族的音乐 然后所以还有很多各种各类各界的音乐我都会尝试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难的还是自己那一份自信吧 其实有了自信我觉得一切都可以融合 Remix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一直以来极客俊逸就多面发展 不仅在音乐上 在电影圈如今也有着好口碑 那接下来小泥子也将在这两个领域继续发力 新专辑巡演电影都在明年等着大家哦 首先是我12月22号我的新单曲要发售了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听 不是发售 是免费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 听一下我这首软心的歌曲 它是写我跟我的猫 然后相信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宠物 其实它在平日生活压力大的时候 能给我很多柔软的温暖 然后另外是新专辑也在筹备当中 还有明年的演唱会计划 还有明年的新电影即将上映 然后总之就是种种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我这个黑姑娘 哇 明年工作排满档 几个妹子要加油哦 上海报道 我后来看你那些新电影 我看你那边 我要 看你那边 我看你那边 我看你那边